字幕提供 Hello Adam Hello 趁你這小小空檔 跟小編聊聊天行不行 好啊 沒問題 你最初為什麼選擇游泳 當初是因為我有病敏感 所以我媽媽就打算帶我去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就帶我去學游泳 你平時的訓練日常是怎樣的 通常訓練我們就一日兩節 通常五點半和四點 那星期三和星期六就是練一節 那訓練完怎麼放鬆自己 訓練完通常我們就吃飯 因為已經是比較飽餓 就是這麼簡單? 對 二選一 你喜歡練水還是體能? 呃... 我喜歡練體能 就是在池邊踩單車機和上跑步機練體能? 是啊 但通常這些訓練 亦都是給三個運動員去用 那我們如果要做體能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體能科 但為什麼早排在體能訓練中心不見你? 哦...早排我就去了分靈度雜訓 所以我就給阿水的體能訓練了 哦...一百米蛙泳 你剛剛游出的香港紀錄是一分零零九五 其實就是大約換幾次氣就游完? 通常大概二十塊就可以完成 嘩...很厲害 下水前的拉筋以身動作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通常我們就會拉手的肌肉 還有放鬆下背脊的肌肉 通常你出賽前會做什麼集中精神? 通常我會聽一下歌去放鬆自己 最喜歡聽哪首歌? 沒有什麼特別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你游泳生涯中最最最難忘的回憶? 我記得是之前一次去四星賽比賽的時候 哦...即是二二年那次? 是啊...因為我記得那次工作人員就叫我 跟著一次其實我會走 但我沒有留意他們走的是頒獎台前面 所以我反而走錯了在頒獎台前面 最後一題 未來五年你希望達到什麼目標? 未來五年,希望我自己可以繼續進步 在不同的比賽上做得更多的好成績 好,祝你成功了 謝謝